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已经早就进入到了科技战的阶段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消息面上 腾讯也是传曾经提议是创建美国版WeChat和解建议 遭到了美国商务部的拒绝 另一方面还有消息说 美国法院是暂缓了TikTok下架的命令 中芯国际也称 暂时好像没有收到美国出口限制的通知 但是想问一下这些所有的事件 是不是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美国最终您觉得会不会还是会下狠手的 我自己觉得还是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还是在9月点 我自己觉得这个默奕政的最重要的地方 是特朗普想迎来连任美国的总统 所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未来一段的时间 它会慢慢的推出来 比方说停这个WeChat 还有TikTok下架的命令 我相信慢慢的会推出来的 当然TikTok现在跟美国那边的企业去谈判 可能如果谈判得成功的话 那么可能是TikTok就不需要去下架了 但是另外我看这个WeChat 还有这个中信国际呢 一个出口的三季 我相信在10月中左右会推出来了 因为特朗普都想再用这一个方法去拉票 如果是太远了 比方说现在推出来了 但是到10月底的时间已经解决的话 那么它的票都没有了 那么所以现在它 它会在十月中左右的推出来 应该在它大选之前就不能够去解决 那么它的票有机会有多一点的 那么就在很多人 对于会控进而远之的时候呢 平保上周在28元水平时买入会控 超越了BlackRock 成为了会控的最大股东 那么今天会控表现就很亮眼了 是不是会控最灰暗的时间 你觉得已经过去了呢 那投资者此时还是不是应该入场抄底 我自己觉得现在满一点点还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担心 10月份的时间呢 有机会出现这个股灾 如果是真的话 那么汇丰有机会再往下走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10月份没有这个股灾 当然到汇丰在28元左右的水平已经坚定 但是如果真的在10月份 全球的股息下跌了 那么汇丰也会出现这个沙化 有机会到22、23水平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现在买一点点 如果真的没有股灾 那没关系了 现在在这个低的水平买了 买正了汇丰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股灾的话 那么可能在23元再买入也不是太远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用这个冷静的准备去对待这个汇丰的策略的 里面再看到这个蚂蚁集团的消息 消息是说蚂蚁集团会在周二闯关香港 上市聆讯 而我们看到在上周五凌晨的时候 有五只参与战略配售蚂蚁集团 A股新股的基金是遭到了一轮疯抢 两分钟五只基金就卖出了10亿元人民币 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是卖出了102亿元人民币 也是创下了一个内地的公募基金的记录 想问一下香港市场届时会不会也是一片的疯狂 那么对于这间公司您会建议投资者来跟风炒作吗 我就觉得不是炒作 我觉得这是跟风是需要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蚂蚁集团现在不是 我们看了这个数据两分钟的五只基金 已经卖出了10亿元 其实我近来最近一个月的时间 空间也很多人去问 有没有这蚂蚁的股票 有没有机会去低股什么的 就是说很多人都想买这些股票 还有呢 如果是一看不是一般的投资者 是很大的投资者 他们买了那么多的蚂蚁的股票的话 他不会短线去卖出出 他不会在第一天第二天的卖出出 可能会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很多的他们都觉得 这个蚂蚁集团想去之后很快就可以进这个港股通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买进去后不是长短线 是长期期有的 所以一般投资者也可以跟风去买一点点 因为买太多可能在小时的时间已经不是 不是在交付的价格 可能你上升到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 所以买一点点还是可以的 所以Stella是建议可以跟风 但这不是炒作 非常感谢Stella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